看起來上面還很漂亮耶 而且上面沒有那麼陡說 它有一片比較平的 真可惜 這裡沒辦法上去啊 不然真可惜啊 它那一片 看起來很漂亮說 雖然這一池比較大池 但是 你看 這個落差有點高 我大概走了30層樓上來了 所以它那個落差太高 剛剛那個魚 集中度比較小 可惜上面那一段落差沒有那麼高 結果反而 爬不上去 要爬就要從這邊開路了 不然這裡太滑了 根本就沒辦法上去了 不過這一池蠻好釣的 魚蠻多的 不大隻就對了蠻多的 t 啊 kul 魚 嗯 中體型就不錯了 釣半個小時而已就這麼多了 丟下去就吃了 這樣一池的話 一個人就可以釣好幾個小時了 丟 丟下去就吃了 小溪沒有人釣啊 魚比較會吃啊 而且這邊 感覺有照太陽水比較沒有那麼冷 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苦花在翻 太冷了不會翻吧 小朋友 小溪大概都這樣子就不錯了 這種落差很高的溪啊 那魚啊 不會很大隻啊 大隻的不會上來 因為它吃到這邊沒有食物啊 上來也沒用 所以大部分都這種體型的 你看每隻都很瘦啊 3比8 小溪這個大麥蟲不知道會不會吃啊 欸 欸會吃呢 你看不錯呢 在賣蟲也會吃喔 12點多了喔 結果變陰天了 本來這邊照得到太陽的 我打算來這邊曬太陽的 結果變陰天了 變陰天就算了 這小溪還有一點風 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 大概掉了一個多小時吧 都是瘦瘦的啊 你看這個苦花 瘦人家的樣子啊 只有這隻比較大 比較正常一點 也是瘦分正常一點 好 先來拌吧 放一看準備吃飯 準備吃午餐啊 這邊的水很乾淨耶 先來捐這個 骰子牛 捐 大年初午 加菜 欸欸欸 加油 火太大了 骰子牛 哇 感覺不錯喔 應該很快就熟了 烤一烤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很快就熟了 應該很快 差不多了 先放旁邊 繼續 繼續煮 煮開水 先吃這個 麻辣牛肉鍋 這個 蠻好吃的 哇哇 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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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了 對你要洗一洗 現在要進去 壓進去 開大火 吃點野菜 滾一下 滾一下就可以吃了 好了 看吃看吃 看吃看吃 哇 冷冷的天在吃這個最爽 現在應該 小溪應該只有十度而已 十度 吃比較好耶 吃比較好耶 還有牛排可以吃 先來吃 好脆喔 慢慢有比較多了 好脆喔 現在的貴妞就是好吃 然後再拍個傘子牛 今天初五啊 明後天又要變冷了 它還要變冷 雖然今天這邊只有十多柱 可能現在只有十柱而已 可是算是 唯一的好天氣了 昨天 昨天 昨天這邊 昨天這邊 路來深山可能只有三度而已 然後明天 應該也是四五度而已 所以今天十度應該 算比較好天氣了 沒辦法走 一直來都不停啊 看一聽 看一聽 連今天水都超冰的 這種冰實在沒辦法掉 腳碰到水都受不了 一點多了 不大想掉了 把東西收好了 然後 我等一下魚放一放 直接走到阿玉溪了 應該 應該還要走一陣子阿 沒有那麼快 這邊螃蟹 超多的 而且螃蟹齁 不怕人 一個招來招去阿 有喔 沒有分子這樣 還在太打 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 這也有 我說這個螃蟹都沒什麼走啦 真的 沒有人會來阿 然後 這腳跡的魚都瘦的阿 你看 山到這樣 三十八 只有這 一兩隻比較粗而已 喔這水超冰的 我連這樣子 弄就送回條 手送回條 大概最多大概二十左右 太冰了太冰了 現在摸一下就送回條了 這水阿應該 應該沒有十度 好啦 去下游吧 下午阿 從那條小溪阿 這邊走出來外面這邊釣 因為小溪是消遣阿 真正 魚要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在外面這一段阿 但是外面這一段今天不咬 水又冰阿 那剩下一兩個小時 就釣這一段就好了 大概 下三點就去那邊集合了 這樣就差不多 有啊齁 不錯不錯 今天又吃這種小小邊的 兩拍一人 丟丟丟丟 差不多 餵完赫 有啊 都吃在香餅 都要吃這種香菜才有的 三點半了 這樣兩點 從這邊下來吧 掉到 最後面結束這樣 大概 快兩個小時吧 好了,下面這一段的雨比較大 欸 欸 這有的嗎? 這段的營養就比較好了齁 跟早上那一段 早上那一段 早上那一段的 就瘦 這段就營養好一點了 雖然也是瘦 喔,這個水 我就說,這個水摸一下就覺得很冰 放一放 全部燒得到 喔,來正來正 蠻有力的 對啊,差不多了 對 我已經是大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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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